我们心中的歌谣 在我们美好的明天 如果穿黄筷的流宝 老师来到马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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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眼泽和水潺潺 啦啦啦啦来到马尔 啦啦啦啦鲜花手开 我觉得当我看到孩子们 在这么偏远 甚至是还比较穷困的一个地方 能够抱起吉他 能够拉起首风琴 能够站在一起那么欢乐的歌唱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 而这一切我想我们应该感谢邓小兰女士 邓老师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掌声欢迎 来 我先我真的很想先把您介绍给大家 欢迎您邓老师欢迎 那个刚才那个短片因为也非常短 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 好像是在 我是04年 开始教他们唱歌 然后06年底的时候 带去乐器 然后开始教他们乐器 那现在咱们乐队有多少人了 现在能参加我表演的有十几个吧 二不到二十个 十几个孩子 比原来要多了一倍多 您现在感到最快乐的事情 是不是就是看到他们可以在台上为大家唱歌 对 这是您觉得最幸福的事情 对 当他们把一个乐曲能够合唱合奏出来的时候 很完整的时候 我觉得特别好听的时候 我觉得好高兴 真的 那今天我想就把您的这份喜悦和幸福和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吧 接下来叫我们掌声欢迎马兰小乐队的孩子们 来 掌声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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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在陈径徒挑剥的呗场 我们都在坊间的路上 看来我们心中的狗羊 等待我们美好的明天 这时候最欢快的流浪 小岸老师来到马南 小岸琳琳感到的歌唱 大岸我们心话生态 小岸琳感到的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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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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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谢谢 谢谢孩子们 谢谢 不哭了啊 你们告诉阿姨 你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呢 怎么了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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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对老师 你想对老师说 说什么 我想对老师 我爱邓老师 好 我告诉邓老师好不好 邓老师 因为这个姑娘 是一直不停地在哭 我就说 我说你有什么 你为什么呀 一直在哭 你跟大家说好吗 我爱邓老师 我们先来听一下 自己准水的感受吧 你要从很专业的角度讲嘛 他们确实表现得 还不够很成熟 非常稚嫩 但是我觉得邓老师 干了一件非常好的 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这个音乐 可以启迪人的心灵 让孩子们感觉生活特别美好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这个意义 远远大于他们的技巧 因为他们的技巧 还需要很专业的老师 去给他们训练 需要他们付出大量的时间来练习 这一点 目前我估计他们做不到 因为他们确实交通太不方便了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起身 起因是非常好的 我在这儿呢 我也不好 真的不好说如果了 因为我心情也很复杂 只希望他们能够学得越来越好 走得越来越好 能够在这些喜欢的音乐上 有所成就 好 谢谢季鸿 其实在大城市里面有很多的孩子 他们的父母花了很多钱 让他们去上音乐课 可是他们还是非常抗拒 而且经常会找各种理由来逃课 那再看看这些孩子 他们在那么物质非常缺乏的山区里面 我就觉得非常感动 真的很棒 然后也非常的感动 你们有这么好的老师 有这么有爱心的这位邓老师 带领你们 在你们每个人的心里 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 非常棒 真的很棒 谢谢 谢谢廷伟 刘华大哥 我那很佩服邓小南女士 能够教出那么多小朋友玩音乐 按道理我也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一个师傅 把我们的徒弟 几十个徒弟教出来 各都很调皮的 是很难教的 有那么 而且还是个女士 有这么耐力 去把这小朋友教得那么好 那么听话 这是不容易 我真的很佩服 谢谢 那我们就把我们大家都很尊敬 也很钦佩的邓小南老师 再次请上舞台吧 来 邓老师 我听说在这些孩子当中 有一个就是当年为了掩护 这个警察记忆报社 同志转移 他们的 就祖辈就有一个 是当时为了这个 掩护我们的同志们转移 而牺牲的一位 村民是吗 其实在马兰村 我们报社 建在的那些老同志 咱那立了一个 马兰惨案 遇难同胞的纪念碑 这一块碑上刻着的 遇难的同胞的名字 很多就是马兰村 现在孩子们 年轻人的 爷爷 叔叔 拜拜 和父亲 今天这些孩子里 有他们的这个祖辈 就是在 在那次掩护当中牺牲的吗 其实他们的很多 有的亲戚都 好几个 我现在都 我知道他的 你知道吗 你自己知道 这个历史上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吗 来 过来 你也知道 是家里的什么人呢 我姥姥的爸爸 是他姥姥的父亲 听谁说的这个故事 姥姥跟你说的这个故事 所以可能这也是 这个邓老师之所以 会和这些孩子结缘的 也是一个 也是原因之一 那我想应该说 孩子们你们是幸运的 能够遇到了邓老师 你们有什么想跟邓老师说的吗 因为可能他们是 站在了一个陌生的舞台上 孩子们都比较腼腆 也不太会说话 但我觉得这也是 他们的性格特点 有什么想跟邓老师说的 有谁想说 可以举手告诉我 来 邓老师辛苦了 邓老师我们爱您 邓老师 谢谢您这八年来对我们的照顾 我们永远爱你 邓老师 好了 我们不哭了 对你们再哭 邓老师都要哭了 那个 我们为邓老师唱首歌 好不好 我们为大家再唱首歌 好不好 好 小铃子年年飞来又飞 好 小铃子年飞来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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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去 小铃子年飞来又飞来又飞去 小铃子年飞来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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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去 谢谢 谢谢 谢谢孩子们 你们真棒 谢谢 我看到邓老师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真的我觉得音乐很动人 音乐也很神奇啊 他把这么偏远的一个小村庄和这些孩子们可能到现在还没有去过的身外的大世界连在了一起 消除了我们的距离 消除了我们的隔阂 消除了贫困 让我们可以成为精神上是平等的人 我记得尼采曾经说过 如果没有音乐 生活是一个错误 谢谢邓老师 你改正了这个错误 更重要的是 你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你让我们这些孩子们找到了一条途径 那就是通过音乐去认识世界 去认知自己的一条途径 无论将来他们做什么 这一段学习音乐的经历都将成为他们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祝福孩子们 祝福邓老师 我看到现场也是有很多朋友陪着孩子们一起在落泪 同时呢 微博墙上也收到了许多留言 我们来关注一下 马兰村小乐队的表演很给力 歌声中承载着无限的感情 是歌声中承载着无限的感情 还有无限的希望 听着听着就要哭了 谢谢马兰村的小朋友 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爱 我想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感受 另外在这里还要告诉大家的 刚才我们深受感动的这个马兰小乐队的表演 也是我们通过网络发现这个点击率在网上 点击率非常高的一个节目 我们特意把它邀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在今后的我们的节目里 同样会采用这种方法 我们会在网络上选取观众们 网友们点击率最高的节目 把它请到我们的现场 也希望通过电视媒体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和喜爱 电视机前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 不要忘了 您也可以通过短信为你所喜欢的表演者 或者节目头上一票 编辑表演者的姓名 或者是节目的名称 发送至1066999083 就可以投票 并且还可以加入我要上春晚俱乐部 不仅可以获得丰富的资讯 同时呢 每期节目我们还可以在所有 通过这个短信平台留言的观众当中 抽取三名幸运观众将有机会 获得阳光保险集团 提供的时尚平板电脑一台 每到年终的时候 我们还会在全年参与短信互动的观众当中 抽取15名 幸运观众将会获得阳光马尔代夫 和阳光春晚系列保险一份 期待着您的参与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 下一组表演嘉宾 你们好 欢迎你们 向大家介绍一下 来自杭州西湖文化广场艺术团的几位大姐 今天要为我们带来的是 踢踏舞的表演 来我们面向面向评审 对 踢踏舞的表演是不是 是的 那你们以前练过以前是舞蹈演员吗 我们不是 我们都是普通的工人 普通工人 您以前是做什么的 我以前是企业的一个办事员 办事员 其余几位呢 您呢 公务员 公务员 这个听说好像咱们这些这个大姐也都是年龄 也都是已经退休年龄了 你们可能都看不出来啊 我请大家猜一猜来这位大姐 咱向前一步 猜猜她今年有多大 这个猜女士的年龄稍稍有点不礼貌 但是为了表现你们跳踢踏舞能够永保青春 我 没关系吧 好 四十 五十 二十 大姐您什么眼神呢 啊 您是说我呢吧 这位大姐您自己告诉大家今年 花家之年 六十了 听说你们这个舞蹈团还有口号 什么口号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团队的精神是经典时尚健康快乐 好 经典时尚健康快乐 来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我们这几位大姐为我们带来的踢踏舞表演 我现在就开始了 咱们来个点 谢谢 bueno 谢谢 我们下车 带来 赚 我们下车 我们下车 这点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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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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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们自己来吧 男同胞没有啊 这话就是说你们舞蹈团里 对 现在还没有男同胞 你们舞蹈团全部是女同志啊 杨子军 杨子军 为什么没有男同志呢 因为这个踢套舞吧 学起来有点 你们是来自杭州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我就得对电视机前 这个杭州的这个男士们提点意见了 这不行 要不你们搬到北京来吧 我们现场我们男同志很多 是吧 就是 愿意学踢套舞的可以举手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 欢迎欢迎 现场我们就能招募一支舞蹈团出来 是吧 但是我觉得你们跳的真不错 这可能是跟平时这个必须得要刻苦训练有关系 对对对 怎么练呢 我们基本上是早晨开始练 然后练两个小时左右每天 那除了训练之外 平时在生活里是不是也得经常 有事没事的时候 这脚都可以跺跺 就是上汽车的时候 在车站里也动 等公交车的时候也跺 对 没人看你吗 有人看我 你 但是因为我喜欢嘛 喜欢就是到任何地方动 觉得不能安慰情 是吧 人们一说三福天宁动得厉害 动得厉害身体健康啊 来我们听一下各位评审的感受 这么大岁数能够跳踢套舞是真的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我想问问袁华大哥 这些是你的姐姐还是你的妹妹 我看我都跟他们差不多的了 已经是差不多花甲了 那么稍微再大家研究一下 整齐一些就好看了 稍微左手边刚刚就站得不起 再整齐一些那就不得了 很好 好 季弘 我是真的看了以后挺感动的 因为这个年纪 刚才我在想说将来我到了这个年纪 还能不能唱能不能动 我看他们感触特别深 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上春晚 如果我有我这个决定权利的话 我觉得这个节目就定了 可以上了 谢谢 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有这个权利的话 我们都知道没有 你不用如果 再一个遗憾就是说 就像刚才前面提到的 我觉得如果说又是如果 再有些男士的话 可能这个色彩会更丰富 这个阳刚之气 可能会踢他舞的东西 表现会更全面一些 本身那个 其实我们看到爱尔兰大喝之舞里面 就有男有女 因为有些是需要力量的这种展现 尤其这个05的时候 如果是个男士 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好 听伟 我刚看了这段这个踢他舞 我觉得给我们女性朋友 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 这个作用就是 如果能够每个人都学踢他舞 到了60岁的时候 肯定身材像20多岁的少女 第二个呢 只要你在家里堕一声 你老公话都不敢说 气势得摆出来 非常有力道的一个舞 那我想刚才这个 其实都提到了 要是有男士就更好了 我觉得其实 袁华大哥蛮合适的 他会功夫呀 然后呢 我们希望他可以 是吧 对 然后呢 他本身就有功夫 然后他跟你们有年龄相当 然后呢 他而且他自己自身 也保持得很好 要不您就来试试看吧 来 大家欢迎 我真的不会 我只能模仿一些 你也会武功嘛 这是武术的舞 我们现在这个武功改成舞蹈的舞 这是舞蹈的舞 对 试试看嘛 舞蹈的舞 怎么怎么 对 教他简单的脚步 您还是拍功夫片更合适一些 对 您这脚怎么到这儿来截 我灵活 听话 但是 跳起来试试看呢 跳起来 对 我们陪着他一块跳好不好 来 好 园大哥看 挺胸抬头看前方 挺胸抬头看前方 来 再来一遍 你要拿出那个帅劲 来 哎 哎 对了 哎 掌声鼓励一下 突然有男士站在你们身边跳舞了 什么感觉 感觉很棒 他们就更有动力了 来 每个人都可以说说自己的感受 我们要请我们的领导 吴姐是我们的团长 艺术团团长 请她上来 哦 你们的艺术团团长也在 哦 您好 您好 来 我们掌声欢迎这个艺术团 艺术团团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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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姐是吗 吴姐 吴姐是您 我比他们大 你比他们 哦 你比他们还要大 对 他们就叫我伏几 哎呀 真是 这个团就是您组织起来的 对 而且我听说也是您自己掏腰包 就是 完全是自己 出了钱 给大家 这个 你看 准备服装啊 然后这个排练啊 这个往返各地这种 去训练演出的这个经费啊 都是吴姐来承担的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 这样的话嘛 我们老年人 年纪大了以后 有一个团队 大家在一起玩 这样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 大家又能快乐 又能健康 就是觉得很好 不孤独了 太好了 刚才说 亭伟刚才说是为我们的女性朋友 做了一个榜样 我觉得他们也为所有的老年朋友 做了一个榜样 这个人到老了之后 依然要老有所乐 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充实起来 而且这个 作为家里的这个长辈啊 你们健康了 快乐了 这个当子女的就快乐了 就放心了 再次掌声 送给他们 祝福你们 来我们掌声有请 下一位表演嘉宾 你好 东欣姐好 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先向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林耿贤 来自多伦多海外之心 我出生在江西九江 大家好 林耿贤 这个 我暂时称你为面具王子吧 好 你今天这个面具是为了表现什么 下面的这首歌曲 是因为要跟歌曲当中的这个情境相配合 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希望大家还是先听我唱 再看我这个人 因为长得不够好看 所以就很好奇 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就是你让大家有一种好奇心 被你激发起来 这个人到底长什么样 是吗 期待当中 好 那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贺之气》 来 掌声欢迎林耿贤 谢谢大家 我只能回来 我只能有礼物 我只能回来 你来一个小时 我只能回来 我去一天 我都可以回来 我只能回来 我只能回来 君和我乡 君和我乡 离开 哎 i'll start sledge i'll tym de la blue vosli sala 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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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r sir si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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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林耿仙 最后一刻终于看到了真面目 这个你摘下面具的那一刻 我还是听到我身后有姑娘 哇 这个又发出了惊叹 有没有啊 就长得好看是吗 漂亮啊 大姐直言不会 是不是很多人这样夸你 其实这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你是吗 长成猪八戒那样是好事 不是 我是觉得现在的人 可能越来越多的会丑美 就是因为你长得太好看了 可能很多时候你需要付出 比常人十倍甚至百倍的努力 才能够向大家赠予你的才华 你有没有受到过你的这个外表的 就是这种困惑 让你困惑的时候有吗 在你的这个演艺道路上 没有 没有 没有因为说你长太好看了 所以这个不能让你拍戏 真的没有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唱得好才来的 没想到董卿姐今天老反复强调我长得好 我想我可能会回去乐一个礼拜 这是我强调出来的吗 我想强调吕继红 他就是长得挺好的 来我们听听看各位评审的感受 其实我觉得他这个有一点小心机 是有一点吗 你看不是我一个人的感受 你看到没有 因为他可能心里想我长得这么好看 如果一开始你们就看到我长那么好看 你们肯定觉得我唱歌唱得不好 先认真听我唱 然后最后再给你一个惊喜 对对 不过我要说的是你刚刚的演出真的非常棒 因为其实你的真假音的那种转换非常的顺畅 我会有一种错觉 觉得你的身体里面住着两个人 因为他的低音跟高音都非常漂亮 感觉他的那个range很宽 那所以呢 你戴面具是对的 西红 我是确实是这个觉得他的唱功还是可以 而且那个他的音色 你的音色非常好 中下声区那种厚度有了 那么到那个真假声结合以后 上去以后也会非常透非常好 就对你就只有一个小小的期望 就是说再阳刚一点 好 再那样一点 对 好吧 就更好一些 对 谢谢 就是再吕继红一点那种感觉 天花大哥 这考到我了 我这音乐跟这唱歌一窍不通 只有 没关系 你可以点评他的演技嘛 我就靠这两位老师来点评 那么我的点评就是 他故意是戴着面具来唱歌 让观众们留心他的歌曲 不要看他脸 要看他脸就听不到他唱歌 他分开来做 这个技巧他弄得很好 然后唱完歌 我再给你们看那个脸 那我在想 如果你戴上唱这个歌 这个面具揭开的一刹那 观众船跑掉了 吓跑了 我一唱 刚才这个评审也说到 希望你能够再阳刚一点 我觉得可能跟选的这首歌 也有一点点关系 Vitas本身 他就有一些阴柔的气质在其中 你还可以唱其他的类型的歌曲吗 可以 比如中国歌 经典一点的老歌 费玉清的一姐妹 好 雪花飘飘 飞风潇潇 天地 一片苍茫 一片汉梦 傲礼雪中 却为一人飘香 爱我所爱 无忽悔 此情 长流 心情 我们听一下 启鸿刚才的这个现场即兴的这一段 感觉的 我觉得他唱的是没问题的 刚才的唱的也好 这个唱的也好 我指的是整个的那种感觉 包括说话的台上的这种气质 这种整体的感觉 唱功没有问题 非常好 好 那你怎么会就是想到要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是希望能够上春晚吗 对 我想每一个做这个文艺工作的可能最终的梦想都是能够登上春晚的舞台 所以去年我有看我要上春晚 我就特喜欢这个节目 看到不少给你的留言 光束跟着王子一动 舞台很梦幻 歌声真的真的很好 是吧 还有像现场歌剧一样美轮美欢 这首歌太惊艳了 在舞台上好帅啊 有王子的感觉 我喜欢 这一般都是女生留言吧 我估计 这个 这是今天舞台上第二个被人夸帅的 第一个是吕季红老师 吕老师 对 这个你没有什么不平衡吗 内心 我们是两回事 我是比较成熟 成熟 对对对 成熟的 我们再次谢谢林耿仙 谢谢你带来的精彩表演 谢谢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 由阳光保险集团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型综艺节目 我要上春晚 来让我们掌声欢迎下一组表演嘉宾 你们好 这个是爸爸和女儿对不对 对对对 爸爸是曹庆悦 是的 女儿自己介绍自己 我叫曹元 曹元 今年几岁了 快十岁了 快十岁了 这个父女俩今天带来的表演是 我们给这个节目带来一个是口哨表演 口哨 对 那今天跟女儿为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曲子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这个著名的小提琴曲 查尔达斯 一万里如请 来 掌声欢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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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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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